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曾经统治三国游戏地位的游戏 三国治和真三国无双 听到这两款游戏就不得不提一下他们的开发公司 英文不黑念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光荣了 时间来到1978年 然后光荣公司的老大哥杨哥 刚刚脱离二代的身份 接手了家里的染料公司 结果声音却激起得不好 让人到中年的老杨哥开始有点变强的趋势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老杨哥的妻子在他29岁生日的当天 送了老杨哥一个开过光的顶级电脑 而这一下就结合了老杨哥内心的亡影潜能 立马就着手研究 并且依靠东拼西臭学来的编程知识 老杨哥在三年之后 掏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款游戏 川中岛核战 据说这是日本游戏史上第一个SLG游戏 这一开创新的设计 让这款游戏卖出了5000多份 而这本销链也给老杨哥带来了信心 于是他直接把家族的染料产业一丢 反手照片电子游戏的开发人员 光荣也就是这个时候 周上了历史模拟的道路 在人员照片完成之后 老杨哥掏出了自己的第二个包款 清藏的野蛙 这部作品在当时日本游戏市场 那时掀起渲染大波 而信心大声的老杨哥也是当场膨胀 直接就坐飞机来到大天朝 希望能够在天朝这个他们本不太重视的地区 实验一些自己没有尝试过的游戏类型 可是好巧不巧吗 杨老哥来到了北京 看到了我们凶伟的万里长城 而这人见过不少市面的老杨哥反手给了自己一巴掌 反手套出了被自己翻那个三国演义 而也正是这样的举动 让光荣的三国系列得以诞生 对三国历史通样感兴趣的老杨哥 很快就在1985年 开发出了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三国之 炒高的游戏完成度加上三国文化的价值 即使当时漫家高达14000日元 也是瞬间被抢购一空 同时日本夜重新刮起一阵三国风潮 然而国内的盗版光款厂商 也和光荣一样笑得很开心 而三国之所带来的巨大销量 让光荣正式确定了自己的主营业务 那就是以历史为主要题材的游戏 随后推出的维新自然 随后赚天明之士等等 都是中日两国的历史 或者文化为背景所创造出来的作品 其他像什么大航海时代 这种和我们这期视频关系不大的 咱们就先放一放 但是这款以中国文化为祭典的游戏 在国内却卖的不是很好 甚至连日本市场的零头都没有 当然了咱们知道是咋回事 但老杨哥却固扯地认为 是三国之这种游戏类型 没有优秀到让人产生消费欲望 而也是以三国单个人物为主角的草草专 孔明赞这种作品相继被推了出来 但是这些优秀作品 最终都被挂在了游戏网站上 被提供下载 老杨哥建制计划 也终于是放弃了国内市场 转而继续更新三国之的虚作 而在三国之销量持续升高的时候 PS10代的来临 直接给光荣来了一记洛阳铲 同时大喊 大人时代变了 1996年PS10的决心 让光荣陷入了迷茫 这特略性游戏 在PS主机上的游戏体验 那是真地差 但是光荣想明白了 他不过还不能加入吗 于是光荣决定进军动作游戏领域 而这一决定 既让光荣走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也成为了他们最后的辉煌 时间来到2000年程 多次尝试修改三国之而无果的光荣 选择了顺应市场 推出了全新的动作游戏 真三国无双 这款游戏相信大家都玩过 爽快的打击感和个人英雄主义到极致的设计 那是让不少玩家大呼过瘾 而光荣也是时隔多年才终于等到了一个爆款 帮助他们在这一年收获将近21日元的净利润 而在看到真三如此成功的商业成绩之后 光荣立马在第二年推出了续作 真三国无双2 而有前作的人际加神 真三2的销量直接超过120万 因为取代三国之成为了光荣的老大哥 而连续两作的成功 让光荣开始不愿意动脑子了 再加上三国之从七代八代大夸布施改进之后 销量就开始持续下滑 而一杯又有着躺着断权的真三 于是三国之的开发工作被搁置 整个公司全身心的投入到真三系列的开发工作中 真三系列也在这样的招量之下 销量持续攀高 结果了光荣营收主力的接力宝 但话谁这么说 光荣其实还是有想把三国之系列重新拿出来的 三国之十一就是光荣对于三国之系列的最后拯救 但是看着还没有真三领头的销量 光荣还是放弃了修改 三国之十二也变成了最开始的模样被粉丝乱码 而真三玩家也逐渐发现了该种没有游戏深度的问题 游戏热度开始下滑 碍于是玩家操纵的角色越来越不推进 衣服嘛也是越露越多 最后甚至都不要你三国了 什么无双大蛇啊真高达无双之类的 通通拿满 真三国无双这个无双大跌 反而地位变得无比尴尬 而光荣模拟历史王者的名头 也在疯狂消费两个IP的时候 被粉丝一脚踹下了圣团